三星 红色帮龙珠 好 来到蓝色帮 还是要限制对方的一个杰斯 我觉得 这个盐阙的话 这盘也可以考虑一下 但蜘蛛肯定自己不拿的话 就安长们不想用蜘蛛的话 绝对还是要搬的 是的 就对面哪个猪妹都可以打成这种 你给他的蜘蛛 杰斯 蜘蛛 盐阙就这三手好了 看一下最后一个手 要不要把盐阙搬着 但现在对面还是要搬盐阙 主要是蜘蛛他就是打一个发育流的中单 你不把盐阙搬掉的话 我觉得你不搬盐阙的话 你可以自己拿 因为蜘蛛其实盐阙也玩得非常好 但是蜘蛛这如果玩的还比较少 蜘蛛到了关键局的时候 他都是拿后期开路的 他求稳 还是秒锁发条 把盐阙搬掉 锁发条 这手还不错 发条真的是只有在三星有这种待遇 但是现在大树是放在外面的 大树大树都在外面 大树其实给到龙珠更多优的话 其实问题不大 龙珠很骚 因为他们不太会去选 他也不喜欢这种英雄 他也不喜欢这种英雄 他把安倍胜的酒童给抢了 这边 普瑞士先选了霞 那你Rulot这边到底选不选威鲁斯吗 威鲁斯这边打霞是不好打的 大树基本上对于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打霞比较好用的AD 一个是小炮 大嘴甚至老鼠都可以 但是Rulot的英雄池被吃太死了 我忘了解说哪个BO3了 之前当时我也在说 Rulot这边一定要扩展自己的英雄池 但是这一盘他们能够拿到最善用的一个组合 就是威鲁斯加杰拉 这个是三星最有自信的杰拉 杰拉选出来还可以 如果没选出杰拉来的话 虽然说目前这三选都是三星最有自信的选择 但是有大树没拿 对方又要强开了 对方这一盘的强开比上一盘还要猛 杰拉很怕弱 杰拉确实很怕弱 因为杰拉太脆了 之前看到KT在打杰拉的时候 对手也是路好前期 抓杰拉还是比较好抓的 那后手还是搬你这种打团类型的一个英雄 搬掉了你的大树 老树鳄鱼 看后手继续搬什么 这是格尔拉的粉丝 纳尔搬了吧 上把亏的纳尔真的头疼 这个纳尔虽然中间有一波被武器杀掉了 但其他的高光时刻还是比较多的 前期就靠纳尔一手支撑了 给他一个carriage 真的 哎 搬了青冠鱼 还是搬青冠鱼搬的 纳尔这边会有大拼锤之名 最后一个搬武器吧 可能搬手中单会好一点 只有中单会上的话 塔利亚已经被搬了 你现在要搬中单就是路歇安了 对 还是搬武器杀是比较稳健一些 因为中路最烦人呗已经锁了 但是现在 可汗是可以有一手counterweight的 就反正他不急 中路可以给BD先拿一个 我觉得拿个路线 就你要打的凶的话 就拿着路线 诶 正义巨像 这样的话就是保团战了 这个正义巨像 现在拿出来的话 上中都是有可能打的 因为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英雄打上单 我估计可汗这盘要拿黄子了 但是BDD的这个22年 KDA的还是有点宽敞的 看一下三星怎么说 我觉得龙珠这边应该是要拿黄子 三星这边会抢的 不抢不行了 他现在抢了黄子 可中可上 可中 可野可上 主要是 你让龙珠拿到 打野 拿到黄子加加利奥 这边三星三个c 又是没有位移的 而且 墙开又非常强 你开了就动不了了 黄子加纳尔 现在龙珠想选一个 凯南 哇很复古的一个英雄 而且他凯南选出来的话 他又是打一滴凯南 我说实话这个阵容不厉害 他们的阵容不厉害 不过最近AP凯南还是蛮多的 最后九孔打手孔 这倒是一个变证 不过这个阵容我觉得 输出好像 好低 输出低了一点点 主要是抢开能力太差了 而且手短 手短 那这样 这个阵容倒是KT最近经常玩的 主要是 主要是没抢到黄子 如果抢到黄子又完全不一样了 抢到黄子开团能力非常强 而且对对方的阵容克制 这波可能龙珠后手 这两手的一个BP有点做的有点不太好 就他如果先抢黄子的话 佳利奥等会还可以再选 因为你先抢黄子 对手应该不会拿上单佳利奥的 对手已经是很小几率 对已经把八条拿出来的情况下 上单抢佳利奥几率很低 是 感觉龙珠拿了一套有点冒险的阵容 而且上单九头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了 包括打野螳螂最近登场率也不高 不过还好有手落 落的一个强行进场配合佳利奥的话 也是能开起来的 主要是我是觉得这个阵容 其实有点限制 可汗和BDD这两个选手的发挥 就是你让他们拿的都不是能够打出太高输出的 其实整体的阵容输出要去靠 就螳螂和霞去打了 就只有一手霞了 螳螂这边只能收割 对这边把输出的重任 完全是让佳利奥在肩上 三星这边的话输出点非常的多 人手带输出 连辅助都是 昨天我记得看哪场比赛来的 杰拉好像是打了全场第二的输出 不过中单加里奥 最近玩的队伍其实也蛮少的 还有中的打发条 没什么压力 这边阵容选完的话 这一盘来说 在前中期的作战能力 三星是比上一盘要强一点 但是 就是 龙珠这反而是龙珠这边 他们选的这个阵容 其实我们看上一盘阵容 很冒险 对 也觉得龙珠前期作战能力 冒险在哪里 就是龙珠这边的一个开团 没有那么果断 但是三星这边反手更强 反手有杰拉还有那个大桥 就到了今天第二个溜三的 下点一战了第二盘 三星在蓝色方 龙珠红色方 主要是我还是觉得 你玩家里奥阵容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好 带家里奥进场的一个英雄 就这盘来说 看来看去最多最好的应该就是龙吧 嗯 但是你龙的话 进场之后 家里奥给龙身上大招 那个减伤就得浪费 对 就因为龙给完你的一个位置之后 它会飞回去的 对飞回去 之前经常看到就是飞龙的时候 可能包括发条给球给路 嗯 都有拉空的时候 这一盘三星的就是野斧一定要有声音啊 上盘那个野斧完全是被压制 我觉得这一盘暗掌门会多来下路 对 一定要有声音了现在 这边的开局 嗯 都是下半区开局 不过这一场对于三星来说最好的点莫过于他们中下三名选手都拿到了自己在本赛季打得最好也是最喜欢用的英雄 直接 螳螂是F6开局 快的帮忙打掉 下路对线来讲这一盘两边都是一个多兰顿的出门 头上路的一个纳尔 嗯 暗掌门这边是从上半区开 纳尔上线的时间也是 哇这么凶的 先不直接要杀CORJJ 打得很凶 直接打你 把W打光了之后才走的 现在CORJJ的血量非常低 而且刚刚也是把路的治疗给打出来了 闪现 呃 还抬到了是AD 这里有点凶了 感觉鬼拉如果是二级上的话 这个CORJJ 因为刚刚是有机会交闪的 疯狂穿起 一般是三级之后开始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强势 对 一级其实也蛮强的 一级其实也蛮强的 一级还好 一级下去W嘛 只能去A 只能去号抢 对 这边按照我们直接是爆炸果实下来 但是这边的话 先抢一个核桃线 对 但是CORJJJ这边能赶得过来吗 我说实话他第一时间去CORJJJJ这边的话有机会弄着他 有机会抢一下 他抢很难 他可以弄一下 对 因为对方有惩劫他没惩劫 但是他可能觉得 黄色要不要让掉 双方要拼这个核桃线 双方打也都没有惩劫 对 但是COR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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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这个下路到了四五级的时候很容易打出一波节奏来 三星这个下路到了六级之后他的反打能力很强 就你如果这边万一一击开不好 维鲁斯和杰拉两手大招你就走不了了 但我觉得龙珠他要打的话要盯着这个杰拉打 因为杰拉其实在前面级他伤害比这个维鲁斯要高的 而且更脆嘛 嗯 这一盘Ambition和Ruler的一个先手一定要打出来 上把九筒和威鲁斯这两点的话一直没有找先手 哎感觉龙珠这个阵容突然让我想起来了昨天JR被翻盘的那个阵容 好像有一点点像 那盘是中路换成了一个卡尔玛 对 昨天他们那个是双盾保着Teddy 对 方语和卡尔玛两个人 摩甘娜 摩甘娜 Teddy这一盘 就是这盘输出点换成了普瑞的选到的一个侠 哎这边野区碰面卡尔玛跳上去直接把人让我们打出一个一颗二连 唐玛瞬间爆发打掉三百血 卡尔玛还是打得更凶一点毕竟自己是个螳螂 单打单的话还是不怕这个皇子的 这边对线的话下路没有打出一些节奏来 中路之间的话 康朗先把BTT的这第一个GDP了出来 对但这一波清完兵线自己也可以回 嗯 哎BTT这边应该是想蹭边去打断一下 这边蹭过去给个Q 哎 战争刚风蹭到了 这一波的话感觉靠上小细节没做好 这个一定要往后面多走两步 对对方肯定清完兵要打断 那这样你强行回家的话要少兵了 嗯 应该要漏两个进展兵 按照这边应该要补一下线了 他应该是刷完F6可以吃两个进展兵的 先补一下线 F6还没有刷 要漏完了这个进展兵 三个进展兵都吃不到了 下路输了还是比较稳的 拿到这套组合之后因为一级凶了一波 所以现在有点害怕 上路 哎鞍掌门这一波有机会的 看一下这边 但是探照视野其实是暴露他的位置 这边的话螳螂是看到了当时那个花粉 这边側面先来的河道 对 卡子也不敢追 龙珠这边下面的话也是稳手 对 双方都是知道对方打野的一个位置 上路这边的话 亏这边不知不觉 但是卡子可以绕后啊 这一波是升了六级的BTT 你们绕后 卡子这边要交闪 嗯 还好有小兵 有小兵 可以可以 没有办法触发自己一个孤立五元 而且BTT刚 飓风刚用完 上路这边这可汗怎么办啊 比较的好难受啊 他这可汗选个九统出来 这个英雄确实就是跟他经常玩的英雄属性不是很符合 嗯 就风格不搭吧 对啊 他一直在给人一种压线打得很凶悍的一个打法 但是突然选了个九统 这盘要考验他的一个抗压等力了 对 龙珠这盘下路还是打自了远救使者 而且他是龙珠提前给对方的一个线上给了一个现眼 就防止对方皇子在后面蹲 嗯 BTT这边已经六级了 想做事情了 看一下龙珠这边能不能开起来 想打 嗯 杰拉这边的话反手先一个一 但这一波对方都有双招 只要不是被控到死 其实 没有办法击杀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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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局面比较平静 但是 我觉得这个 下路很少 哎上路 酷尾这波一波对拼 被克安给炸进他 有没有一 没有一 没有一没机会 有一的话感觉在顶一下闪笑被逼了 嗯 BTT现在来拿一个蓝buff回中路 现在加里奥是双冬兰加上普吉走投 我看还是比较高的 这边双发达已经六级了 嗯 但是黄水下去的位置其实没有被他 这边EQ上来看见了一个卡子 这边给大招 但是伤害感觉不太够的 这边 撞过去 没有选择金塔 这个位置金塔感觉发条支援过来自己也走不掉 哎 大招是预判了一下格瑞拉的一个位置 这个预判的有点远 这一波是预判对面金塔的一瞬间给大招 然后杰拉如果跟一套的话是可以把格瑞拉给打残的 这边闪现开 你这边杰拉直接是很脆 只要给上反身大招 但是被对方的一个杀的大招 配合落的点燃给收掉了 但是格瑞拉跟过来 这波对方没双招没闪现 可以留人 抽过去逼走位一个大招 哇 这样的人通了 看一下格瑞拉是死了 但是格瑞拉活了 这个大招 这波太可惜了 问题很大问题很大 他这波是Q完一个Q完之后又一个E就会自己身上了 他把球放在那里其实就好 对方不敢走的你就A 对吧 对他把球放在那里龙珠两个人都得死 嗯 哇很可惜啊 有点着急了 本来是死两个的 其实 看下回方 格瑞拉了一个先手 开盘 最后是被点燃烫死的 嗯 但卡瑞这边赶过来的话有点着急 闪现Q封走位 这个时候 球放在那里 他没必要急 对对方没有走位空间 入热的状态也很好 还好杀了一个 对 这个杀一个真的也是运气比较好 人头是给到了R 对 他最后如果 就是大招完了之后W用了的话 后面没有QW打那一下 感觉这个人 连Pray都杀不掉 但是你这波没有闪现 这边卡瑞对他有想法过来先布视野 但是他也是被三星的眼位给看到了 下半区的一个核桃视野龙珠慢慢已经掌控住了 要开始动摘到小龙了 这边眼位是看到了龙珠 动小龙的一个意图 但是双组被压线 而且杰拉刚刚过来 我感觉是想把发条逼过来 现在发条和杰拉是没闪的 但这一波要打的话得让九桶也来 这边九桶再往中间靠 对发条应该是有想法的这一波 龙珠这边已经预谋好了 要打发条这个点了 他发条选择很聪明的 往自己的一个 河道这边绕回去 可凡这边是有闪的呀 但是他很谨慎 因为你上路不路头 我这边不出去 可以 这个就是上线 应该是枯卫给他给了一个提示 是 有从可能去中了 上中的一个沟通很良好 现在发条必须冷 没闪现的时间 如果死一波的话 这个中塔又没的 现在这个点三星的中路和下路要稳一手了 关键人物都没有闪现 一被开的话就没了 这边还是要开 这边的话路上没闪啊 这边被控住 加利奥跟上大招 后续伤害差一点点 反而是落在塔下被击伤 哇 这边蔓延到BDD 后续还能够再打一下 但是追不太上了 先手发弹了 结果自己死了 还是太小看杰拉的一波伤害了 主要是他们这个组合 其实 加利奥如果大招没有震飞的话 伤害是肯定不够的 刚才Preder倒锅是CD的吗 哎 感觉上下差一套 上路卡子要去蹲一下枯尾了 这一波可汗是有大招在手上的 枯尾这边是没有护甲的 如果先手炸毁枯尾是有机会的 但枯尾只要一技能和闪现交的好 其实还是很难一套死 这里还装一下 这个走位感觉已经暴露了 本来一直压着九头 你为什么凭什么去核桃排演 想去排演 哎 这边的话杰拉和黄子也是在往下半去包 这边的话是没有对方的视野的 这个眼位也是被控制守卫给屏蔽掉的 那卡子在上半去蹲的同时 Ambition这边已经把核桃视野慢慢找 哎 闪现EQ配合自己一个队友 大招伤害差一点点 又是差一个点燃的伤害了 闪现骗出来了 这一波要约了 还要约了 这波霞不在 他们正面的一个现眼看见了霞回家 就鬼拉W躲掉了 躲了两个关键型技能 还好 而且两个TP过来要刷空姐姐 空姐这边闪现过去一个Q技能 收掉了空姐姐 可汗这边的话 还想来 没机会了 发条过来 一个Q没有急着给大 那这波给了一个枯卫单退的机会 嗯 卡子这边开他潮要强 强行的一个单挑 但是感觉要被风针啊 现在龙珠这边两个TP都没了 下一波酷卫是有TP的呀 嗯 那这个风龙我觉得3000可以主动打一打 而且这一波的话 长狼没有一个大招 在塔下也不敢守这个兵 嗯 塔要被抹很多的血线 看一下这一波 这波火会放 怎么说呢 就是问题伤害差一点 其实伤害已经全打全了 因为绝拉这一波没大招 我说实话 按照我们急了 他大招留一下 对方交W他框过去不就B死了吗 就他当时EQ玩A一刀 W减速A对吧 对方交W大招框过去B杀 他觉得一套人秒 他觉得伤害够了 嗯 他是想尽快击杀嘛 就是夜长梦多 可让这个时间过来就没有什么用了 不过还好刚刚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那儿把上龙的线带进去了 把塔给磨的血比较多 现在是一个空邪塔 而且下一波的话 农珠不太敢去动这个双人主 哎这边还是要动 加掉大招 但是对方有一个TP 这边是卡里TP起来之前 哇我刚在说他们不敢动 这边直接是强行弓 就卡里闪现CD以及你的一个TP速度 没有我快 而且鬼了这几次开团太果断了 完全不成闪现的 我觉得农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三星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 觉得对方没TP对吧 两个人都没TP 我这边多个TP 你凭什么进攻我下路 但是龙珠说我这边控制快 你下不来TP 我就是敢动 而且我加里奥支援也比你TP还快 对 很果断 真的打得很果断 下路上升组这个时间点 已经把下路塔给吃掉了 上路这边的话可还是很难受 而且这个上路这个一塔 马上就要被磨没了 对 而且中路的话也是趁这波加里奥不再磨了非常多的血 不过其实医学塔已经是被龙珠拿下来 现在他们是很舒服的 喀兹这边一个人也不敢防守KRONKRON 那边强行的要点这个一塔 应该是有机会的 科技也过来帮忙点两下 那是换掉了一个塔 整体的话也不是那么亏 中路一塔的一个作战意义也很大 上路这边的话 过去塔要杀 这边有大招拍墙 大门放住 土工闪现根 他一下 后续下一个石头 能不能砸到没砸到 不是 刚才他两下平A自己取消了吗 没打出去 他第一 不是他第一下 A的空中对方闪圈出去 他第二下自己取消了 对 哇有点着急了 刚才拍到墙上 刚才已经是差不多要单杀了 这个确实 因为差一点完成今天的第二次单杀 细节差一点 差一点细节 久董这波回家 直接白夜光也给我摔 而且 上塔没推掉 这个是最亏的 他这波想去杀人 这个残血塔没推 现在双人路都换去上去 现在主要是鬼了 这边有闪就不好说了 看一下这波 你看这边直接是一闪W 直接是强开 这动都动不了 就E的空中开R 然后闪W 完全完全没有反应时间 而且他没有闪现 没闪现 也有反应也没用 对吧 走也走不了 就你只要进入到了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大招范围里面 你一旁就已经死了 是 佳辽深渊面具做出来 现在其实龙珠这边出了很多魔靠 但是三星这边的AD输出也很高 嗯 说这个时间龙珠的话 螳螂其实发育的还是一般般的 这一盘三星的局面比上盘好多了 嗯 入了这边有两个人头 也不着急 这边选择过去强行把这个残血塔给推掉 把这个钱给取出来 现在其实双方经济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而且正容来说这个时候三星其实暴起团来不怕龙珠的 嗯 主要是三星这边的上野发育的好 嗯 纳尔和黄子这两个点 领先了不少的一个星期 而且AD的一个发育也不比 也比你的一个狭要好一点点 对 毕竟有两个人头 三星这边补到多一点 虽然你拿了一血和一塔的一个额外星期 第一条龙是疯龙大家不想要 就开始一个推塔角色 我觉得龙珠这边的话 还是想去找机会 让家里奥配合洛去找机会打架的 我在想入了这边 这一盘的水云是在什么时候出 哎 目标看一下格勒拉这边 是把对方扣接给吓走 我记得RCK出水云最快的应该是ban 就是他 对面有控制很多的时候 他的一个破败都不会出 先出一个水云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其实这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思路 威洛斯这盘的话 提早的出一个水云也是有保障的 对 就对方是一个通过打架去扩动 扩动经济的一个 而且他的硬开团是 你用水云轻易去解掉的 是 要强拆上路外塔了 中野一逼上路的上路这边 也没多少血的一个塔 只能让实话 诺的开团的话 其实一个水云感觉不够 你要水云加闪 因为他开着大招W里的时候 你如果解他的魅惑 你会被他的一个击飞给控 继续控制 那肯定是要减闪的 水云毕竟只能挡一个 不过 肯定是早出 会效果好一点 毕竟 你出了之后 你被抓到机会 你还能有跑的余地 还有反抗一下 对 要不然你根本连闪现都按不出来 不过这一盘 克安他选了一个酒桶 在后面枯萎的一个装备起来 他这一盘是翻不了身的 这酒桶打那儿就只能够收塔了 这盘和上盘完全不一样的是 龙珠 龙珠是打团的 龙珠这边主要是对三星这边后排 没什么威胁 没多大威胁了 你这边等住了出了一个水银 然后苦狼这边有进化 你只依赖一个洛或者酒桶的开团 不足以形成太大威胁 而且三星这一盘 他也是有到后期单代的点的 这盘枯萎的那儿的话 到后期也可以走一个单代的路线 酒桶这个英雄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人去走上单了 这边三星主动开启了小龙 但是对方是要动狭狗旋锋的 你这样 其实这个交换风龙换狭狭狗 而且是一个十九分半的狭狗旋锋 其实龙珠很开心 这个狭狗旋锋等一下能够撞的血线是非常多的 已经拿掉了 这样做一个交换 就看这个下狗旋锋能不能把中一塔推掉 下一条还是疯了 这边去逼一下对方的一个下路一塔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龙珠这边怎么说 选择先回一波 下路就强推了 这边大招清一下冰线 又来了一个加利奥可以去配合 可汗强行守这波冰的 但是对方AD不在啊 这一波三星还是想一门心思推 看一下唐龙珠和加利奥怎么说 开卡下加利奥直接给大招 强行逼新的 而且卡斯从侧面的一个包夹 有没有机会 这边普瑞在上路发育 那这样的话这边应该求稳一下 走了 不过这个塔的水线现在已经非常低了 下一波冰线也该磨掉的 但是看一下这边选 回过头去抓克朗 康这边也是很谨慎 没有走过去 BTT这一盘支援真的很到位 卡斯手里现在也是有自己的一把木刃了 他现在单点的一个作战能力是很强的 就只要龙珠这边把对方的一个阵型 像上一盘能够分割掉 打散掉 然后他有一个单点的去找这个 ruller或者是找crown的一个机会的话 他是可以单点作战的 他找杰拉也可以 但是找脆皮就好了 就只要找到一个 这后排三个人选到一个对吧 随便找一个 两下子就没了 那这一盘的出装跟上盘有变化 没有选择先出冰锤 直接是把黑切做出来 但这一盘 三星在吃了上一盘 这种被对方冲震的一个亏之后 我觉得这一盘 他们对于侧方视野的一个保护 会做得更好一点 就不会给太多龙珠 从一个侧翼包架的机会了 这波中路想去动一下发条 但是有一眼看到了他 唐朗11级计划的是一级的 发条双招都在 不太好动 对 反身是打了一套克安 但是克安现在双抗都有了 这很少见 唐朗是想从后面开 这不想跃塔了 看有没有机会 第五张防守的位置 这波五个人 只个 obst�� 这波套出来了 选择先开对面 那边大招大灰霞 因为普瑞被打残啊 这波打不了了 那这个下午 Comb Service 也应该撞不了吧 这边是可以把小灰龙打掉的 对 差一强 假如是普瑞这边被打残了 对 反正一般一个先手大招 也很果断 很 murdo 现在龙珠这边太依赖于辅助的一个开团了 九筒珠这边不过来 正面只有一个洛开团 哎 看一下这边洛要去配合自己的一个下去 抓对面的一个单带的枯渭 我再走不了了 感染过去枯渭没有办法变大 差一点点 这边的话先开始打大龙 这波螳螂在啊 螳螂九筒家聊都赶过来了 这波的话要开团 不给你打闪现过去 而且侧翼阔洛直接被卡子给拆散 这边BD下来超缝住 阔洛这个位置很难跑 这边BD在追 但是正面的话是皇子保护住自己AD 先收掉对面螳螂 这波团战的话后续要撤了 但是下路 洛也绕过来了呀 洛这边绕过来之后 这个洛 入了这边就很难走了 但是选择要反打 这边要选择反打可汗的 闪现过去保护一下可汗 闪现起 W过去 这边可汗 切对方的后排 这边BDD进场 W没有命中 反而是 可汗一丝血被安藏门 要连死了 差一点点 利用自己一个巨像 没有死 这边也是配合着自己的一个 实际上鬼 收掉了对方的一个 但是 但是 TB过来了一个 对方的一个血线比较低 枯萎过去 能够挽救局面吗 这边选择打 有点难啊 打死 嘲讽 嘲讽住 能不能够掩护自己的队友跑 应该是可以跑的 想要去杀BDD吗 有点难 有点太困难了 这个BDD血线太健康了呀 这边难住 但是后续 扩姐姐赶过来 没有机会杀人 走了走了走了 这一波TP过来啊 差一点杀掉九筒 这个九筒撕血 调戏了两个人 这一波的话 三星是想趁对方 双人抓自己一个上单 强行抓持大龙 但是对方这三个人 处理的太好了 有点战啊 盯着Korn Korn这一波没有交出闪 而且刚刚 而且刚刚普瑞 把下路二台带掉了 先开始这波团 这边是九筒直接一闪开 然后后续跟加量大招 他直接一开的 这个就是Korn自己问题了 他对方没有一杀 而且他有双招的 他双招没有用出来 这一波闪现 躲了Korn的一个 异技能的话 对方的一个加量 是震飞不了自己 对 BTT这一波收割了 反倒是雪的异 后续这边的话 等落过来 其实 RMB省如果 刚才不起杀星 杀九筒的话 三星这边两个人就走了 先看一下这边 鬼拉这边 我觉得稍微有点失误 他闪现了 加一个青红琴成双 他是怕对方 急火这个可安 但是可安其实 算是说他水不多 但是他的巨像已经CD了 你看后续这边 皇子奖追他 这边喝了一口酒 然后反身一撞 巨像已经好了 对 巨像加一个被冻的回血 这个地方一个Q竞能打不死了 哇 这安长门如果回头保护 说不定入了 都死不了 对 就这波起杀星 但是那眼界确实要杀掉了 就差一下 就差一下 现在中塔点掉 直接一波 把从两边 均等经济拉抬到了 将近5000块钱 而且霞 他一直在发育 这边他一个补刀 加一个装备 已经三线套了 而且他已经超过了 Ruler一个大剑了 他吃了两座塔前 这个时间点 他的经济肯定是领先 对面很多的 而且现在龙珠又想包 这边九桶已经交 TP之后 侧面先开安长门 但是安长门还是比较肉的 反身直接可以走 但是这边看一下 Grola这边牛不牛 开大招 直接过去牛 就杀安长门 安长门直接是一个 一个往后退 发条直接大招 卷 但是被普瑞大招给抖了 这边BD开始自己打斗 如然被炸过来 如然被炸过去 这边人群之中 收掉了 这边Grola进场 还有一个加热大招落下来 这边Grola也是死掉 这边BD这个位置 感觉有点难跑 这边输出感觉有点低 普瑞是混战中 收掉了黄子人头 但是这个娜尔 有没有机会追 就从这边是拦住了 这边侧面空 卡子这边切进去 收掉了发条 而且这个娜尔也跑不掉了呀 最初打了一个 一换四 这波团战 感觉这种乱战 浓出真的是太有经验了 而且刚刚普瑞 躲发条大招至关重要 他当时如果拉到 直接就死了 那这样的话 一路加大龙啊 这个速度看下不走 应该是去打大龙了 打一个高地够了 不用拆 直接转大龙 对方的一个复活时间 是来不及过来防守的 而且拿了大龙 就想要拆这个高地 简直易如翻证 这个局面本来崩了 有一个二十多分钟 二十三分钟 一直是崩住的 两边一直是均等发育 但是就通过龙珠的突然的一波 双龙珠的下面搞节奏 你这边想去用大龙去止损的时候 而且这几个肉 龙珠这波团开得太好了 这几个肉的持续作战能开箱 看一下AD位置刚刚差了多少钱 现在已经 两千多 拉开了将近三千 对将近三千了 现在拿大龙 这波开端 又是就抓你诺丹的人 对 他们目标很明确 也不会去盯着 能打前排就打前排 这边先打开端 开端开得很冷 他开了两个人直接就走了 然后卡子直接是在 看了很奇怪 他是从侧位照过来的 他这个大招真的 把双C给炸分开 而且把鱼珠已经炸到人群之中了 看一下直接跳过来 这波鱼珠没闪 确实是真的很难跑 是 而且后续想去杀这个BD 说实话 有点想多了 看堂朗的位置 太肉了呀 堂朗直接转过来 把crown切死了 以为走了 结果直接开大招过来 跳进来 空中的暴露发 这个伤害太暴露了 落单的血直接秒了 他这个也是前期 很早的就进化了翅膀 为了追求团战里面的 一个追击能力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 飞天堂了 堂朗配加利奥配酒桶 就真的是 把对方的阵型 完全给冲散掉 冲散之后 就是堂朗和霞的一个舞台了 对 因为霞打第一波 输出加控制 然后堂朗进去收割 现在经济也是拉开了 扩大到9000 就感觉这一盘就是 三星是选择了一个 叫正规军 然后这边的话 冲珠是选择了一种 就是 就是 那种突击部队 突击部队 对 就是你这边 把你的坦克飞机 全部架好了 想跟我打团 对吧 我这边各种 就从草丛里面跳出来 打你一下 然后马上 又开了 看一下 如果交一个闪现 加到这边进场 这闪现往后 拉这边 韩伦反打 这边嘲讽 大招 框刺 这边是 收掉了 这个螳螂的人头 这边还能追击 所以这边被射一键 曲线也很残 伤还不太够啊 三星这边 必须往后撤 这个高底还是可以推的 对 这个水晶是可以推得掉的 用一个螳螂的人头 换掉这个水晶 其实也不亏 但是这 接下来的话 Rulot的双招又没了 就下一波 强行盯着Rulot打的话 感觉Rulot也很痛 我个人觉得 Rulot这边 这两盘的水晶事态 出的太晚了 现在经济 还是有点夸张的 他如果早早出水晶时代 他的闪现不会经常进入CT 他前几波 那这样的话 螳螂就跑开他 嗯 葛维辣 其实这几波 每次都是瞄着他开的 他虽然Rulot这边 一心想输出 但是他没有输出空间啊 主要是我是觉得 他应该这么讲的 他觉得对方开自己 要么是九筒一闪 要么是这个 Rulot这种强开 因为Rulot的强开 我说实话 他有水晶 其实没用 第一时间水晶加闪 他不会被架料击 或者九筒一到他 他闪现也能 就水晶解了 闪现也走得了 这波为了杀逃了 用掉了发条皇子 两个人的大招 其实他们后续 也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了 所以这里只能任人家 把水晶点掉 现在南车八卦会有40秒 对 这边选择中路和下路的兵线一起带 然后上路去给二塔施压 上路二塔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了 根本没有想守的意思 而且对方这种打法 说实话 酷威这个纳尔很难在团战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 就是他那个都是突如其来强开的 对 这个对其实不好控的 对 就对面你这个纳尔 你是个坦克对吧 对面卡你的装弹时间对吧 就强行给你打架了 你这个还没装炮弹进去 你就已经被打死了 这盘纳尔确实没有上一盘那么好的发挥空间了 就是这边的话已经四件套了 他现在是百分之百暴击 他刚刚看那个经济正好是领先了一个无尽的钱 他这个装备主要是队友开到C位 他闪现过去两下就没了 哎 这边骚扰一下 不让炸回来 这要炸回来想起杀星吗 不再可能吧 但是他们的目标是要打crown吗 这边反身是打了一套卡子 卡子这边虽然说输出高 但是自身也很脆 卡子可以去打野怪 他出的是幽梦加木刃 非常凶 后面我估计第四件应该会出一个复活角 对 他这种出装复活甲的收益是最高的 对 嗯 不是复活甲 出了两柄长线 他要做叶之锋刃吗 我的天 将穿甲进行到底 只能这样解释 但其实他现在打到对面C位身上 已经是基本上是真实伤害了 就是打到真实伤害了 差不多真实伤害了 刚刚看这个大龙buff加的钱还是很少的 几百块 这边三星还是在坚守着 但是经济差现在已经是扩大到了一个一万 嗯 直接上来点高队啊 这边感觉要被磨掉一个半管血 但是开团开不了啊 三星这边只能任由对方去牵扯 就主要你现在的开团你想一下 黄子去框也没用 这边维鲁斯射他也不用 维鲁斯射的话也没什么好的目标 他射辅助和AD都没好的效果 然后只能射卡子 卡子这边在旁边游离着也不好先手他 诶 这边侧面射到了卡子 诶 确实是太远了 往后面拉这边战略没有真飞人 但是后续进场能不能打这边发条大招 是先把对方的一个 他能给杀了人之后 下这边管不了了呀 下这段的一个控制 这边的话普瑞还是一个满状态 如果这边打退了之后 但是普瑞这边惨了 一技能往后退这边能不能连住 一技能往前面 Q技能没有减速到 他有一个九种不能追了 不能追了走了 后面一个BD这边切进来 去W要杀枯萎交产线 现在上路高地台已经打破 主要是入了这波没状态 他得回家先补状态 这波入了竟然没死 让了一下 他是从后面绕走了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 我觉得看团战 他进的有点稍微有点着急 他刚才是还没打起来 他就跳进去想找住了麻烦 对 他这个时间点需要看着残血 进去收割才行 就他最好的情况就是 有半血的情况下 对你看他能满血进去 其实没飙了 对 花桥这一波算是空大 空大了 对 他已经两次了 大了一个尸体 出了葱 以后直接绕走了 而且霞这个时间点 输出确实有点太高了 卡斯最好等就是加利奥和纠统已经进场打散之后他才进去 因为他学的一级灯就是为了收割的吧 嗯 哎这边BDD要开开谁闪现过去开队伍发条被秒掉了 那这一波后续可怕从侧面这场一个大招把对方一个黄子给分开开 黄子哇 哎后面还有一条土龙 其实蓝四方可以去拿一下火龙火龙火龙可以去拿一下火龙火龙可以去拿一下 只能去净少减少即时止损 但是我说实话龙珠这边好像不想给你东西啊 哎 可安还要过来防守一下 但是应该是可以打完的 这个酒疼 过分了 但是入了一个人不敢打呀 不敢打 这男爵打速太快了已经没了 不敢打了不敢打了 人已经快赶过来了 是的 火龙也要拿这个地方强盗啊 下一波三星双C都没有闪现 嗯 那这样的话龙珠这边火龙不拿了吗 嗯 还是要慢慢打掉 慢慢打 慢慢打 对 嗯 嗯 现在经济差还是进一步的一个扩大啊 这个装备已经落后了太多了 嗯 不是这边已经装备已经满了 所有人回家是补了一波装备出来了 然后龙珠捕了个穿甲 对 想出大千语 这个就是完全真伤让自己的伤害 就他这样是你前排 残浪我都可以去收割 是的 因为他现在这个装备的话 打后排特别疼 但是打前排其实不疼的 刚刚的那个套 把穿甲补出来就不一样了 男爵Buff又充足了两分半 那这个中路和上路的水晶 龙珠这边把兵线推过去 基本上就能推得了了 嗯 三星之前的两波反手 其实做得还不错 现在要围着上路 这边卡式也要开 开到了洛 这波有机会杀洛吗 我们的秒 直接是要秒要洛 差一点点 还没死 还没死 往后面差 而且W过来要开 但是没有开到一个好的位置 开到一个黄子 黄子这边血线比较残 往后面先拉掉 这边正面战场的话 对方两个前排顶过来 感觉这个水晶要放 发条还有一个大招在 这一波黄子和为了水晶 没有大招了 没人管得了龙珠了 那这样的话 上路和中路的一个水晶 只能让掉 这边没有塔的一个水晶的话 尽量是避免去打团 这打团太被动了 三星这边双色没闪 就动不了 洛的话已经回家 补状态 这个地方准备出来了 因为双色没散 我说实话 刚刚都不太敢上去输出 确实不敢上 你上去回不来了 你上去就算你打死他 他临死之前 就往你脸上开个大招 你可能要被换 九总现在是只有的飞起 直接带着兵线下路 这个地点 路已经赶到 马上赶到战场 这边最后一路的高益 龙珠如果秋稳 其实可以利用一个螳螂 他让螳螂去边线 去带都可以 去逼你的门牙 让你去守门牙的同时 这边想着让家里奥和螳螂 两个点过去逼 就带三路兵线进去 给对方首先的压力 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一个分带 但是是有效果的 中路一逼 下路这边的话是有一个 下路快没了呀 这一下 不开感觉 那儿就很妙了呀 看着路跳上来 直接就往后撤 破三路 三星选择退守门牙塔 三星这边应该是 在等南学的一个buff 但是南学buff还有40秒啊 还有很久 哎这边要开了 要强行约 是队外飞位 但是没有开到 里面扎了 要呆进去 往后面拖 秒入了 那入了 扎回去 没有死 反身自己结拉死了 里面在门牙 在一个温泉里面想杀 但是 卡斯是被换 但是输出已经够了 把对方全盘全部打死 这边看一下 门牙塔之下 这边加利奥和九董 还是一个满血状的 往前面顶 没有人可以去处理这个 顶上去之后 但是这边三个人 在点GD啊 强行点GD杀了人 GD怎么办 口上这边杀了一个 但是这边两个人 有机会 还差一个bdd 打不全地 太多了 双身这边就了 杀了两个 bdd双杀的同时 南下这场比赛 哇那也是 恭喜龙珠